梁國雄議員 多謝梁教授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水壺傳 教授就是學舊 最多聲吻勇就是學舊 你也挺遲 你回答的時候完全是學舊的派頭 你回答余若美議員的時候 如果美國多花錢在醫療那裏 他的百分比當然多一點 那就相約 你都好像很冷血 你是學者 你做了官之後就兩副水簾 如果你學者坐在那邊說 你一定說不行的 這麼落後 所以其實我今天就不會講 他們講的實際問題 我真的想講一個 你們政府怎麼施政的問題 因為政府為什麼會當選呢 他當然有政綱 然後選舉贏了 配備相同的人 同意政綱的人 然後再找一些在外面 有能力的人去完成政綱 未必是自己黨員 然後就會形成政策 這個政策就問社會 我政綱是這樣 你們有什麼意見 然後就要成立約章 給公民社會監察 約章就是大家的盟約 政策一定變成約章 你有哪裏做過 你政府 你有啊 有經濟機遇發展委員會 還有搞醫療產業 做生意 那香港人怎樣 這是不是政府來的 香港的醫療投資這麼差 就是因為你們抽稅的時候 抽有錢人太少 為什麼人家可以在GDP上 經常都會佔多些份額 這個政府是什麼政府 你現在還在說 這叫人血饅頭 不是魯迅先生說的 醫療賺到錢 我們做了一些醫療 叫人來有錢人來醫治 就算你真的發展醫療產業 你也要在投資 做到香港人享用到的醫療 然後發展產業出來 不是強行 駕床疊屋 地賠款 整個土地出來 便宜地 給一些有錢人去 為有錢人服務 你是什麼政府來的 聽到都覺得噁心 如果從文官政策來說 我們談醫療 每一樣東西都不行 都是不夠錢的 那你就說醫療產業 又不肯抽多些稅 問你拿錢 又說沒有錢 香港是這樣的 什麼政府 只是這樣都應該五虧總辭 傳聞公決政府 行不行 哥 你是什麼人來的 我不是開玩笑的 有些人說 社民聯誌馬上罵 沒有私政能 我現在跟你上課三分鐘 怎樣由政黨當選 到實施行政 社會簽契約轉報 你去加拿大也是這樣做 澳洲也是這樣做 你又沒有啊 你親民權有什麼 有什麼願景 有什麼政綱 對醫療 現在就有了 他說 他競選的時候 他說沒有錢的人 將來會 他選了之後便會有錢 沒有票的人 都會有票 現在有票那裡沒有 那你現在怎樣搞 叫你一個學購來做副局長 就來讀這篇這樣的事情啊 哥 你有沒有搞錯啊 現在不收貨啦 不過我剛才去吃的餐蛋麵 那個午餐魚學吹得起的 你知不知道今天人家來的啊 有沒有收封的 你那個責任不是收封的嗎 不是面對公眾的嗎 我現在再問你一次啊 你作為一個學者啊 不是作為官員啊 這樣行不行 你認為現在還在說 醫療產業 對不對 發死人才對不對 那些人人在那裡死 你就說 我就有產業發財 不過他們不用用 你們在說什麼呢 我越想越火棍 一看到 經濟機遇委員的那些廢人 還在說產業 什麼產業啊 我們香港人的 健康就是福祉就是事業 做得好就會變產業 不是無端端搞產業 主席 我不問他 我問了他 你如果做學者 你會不會這樣說啊 阿哥 自取新神光 救一下老百姓 你不用做學者 也要自取新神光 我只不過想指出 就是 我們在公營醫療投放 是在這三年裡邊 是有百分之十五 至到百分之十七 所以我們醫療產業 那方面的推動 是跟我們在公營醫療的承擔 是絕對沒有低俗 而在醫療那方面 公營的提供 是只有增 是沒有減的 不好意思 再排隊再排隊 我有醫療產業 都是先做好自己國民的東西 然後才慢慢賣給別人 古巴也是這樣 古巴會說 整個產業出來做的嗎 古巴現在全世界都這樣做 就是因為他對 古巴人做得好 美國人都去 你在這裡說什麼 好 好